你十四个人 我十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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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把你还没人留钱 留钱你们做 你们还是为了 我们做 你太欺负了 我们是女孩今天 十九岁女孩十七年内被拐卖四次 家人却在第一次找到她时拒绝营救 这也导致女孩成了一对智障兄弟的共同玩物 被囚禁在窑洞里长达十五年 就连被营救时 女孩都以为是在侵犯她 2008年3月 有记者接到现任举报 在内蒙的榆树梁村有个女人 常年被关在废弃的窑洞里 当记者赶到时 瞬间就被一个浑身恶臭的女人 惊到说不出话来 我看她的时候 我已经心里在我当时 因为上市的气度特别大 我当时的气度也知道 我当时的上市的女人 就像个第二次爱几个 我相信 窑洞里只有一张铺着破戏子的图扛 扛边有两口大锅 记者后来才知道 这两口锅中一口用来做饭 另一口则是马桶 面对一拥而入的解救者 女人神情慌张却不发一眼 很明显 15年的囚禁已经让她精神失常 甚至失去了与人交流的能力 经过对附近村民的询问 记者这才得知女人名叫曹晓晴 是被两兄弟刘二珍和刘三珍 买来当老婆的 榆树梁村是国家级贫困县 当地买媳妇回来传宗接代也算可以理解 可兄弟俩一个老婆还是震惊到了众人 记者随后就找到了刘二珍 刘二珍却说曹晓晴是自己碰巧见回来的 因为当年是寒冬腊月 她看一个女子流落街头被冻得不成样子 出于好心才收留了她 谁知才把曹晓晴带回来几天 刘二珍就发现她的精神有问题 不仅经常摔东西 有时还会打人 为了安全起见 她才不得已将曹晓晴锁到的腰洞里 可当记者问曹晓晴是不是她和弟弟共同的妻子 刘二珍却瞬间结巴了 此穷的刘二珍再也不肯回答任何问题 记者只好又去向村民打听情况 这才得知刘家两兄弟在治理上都有点问题 父亲担心儿子娶不上媳妇让刘家断了香火 于是就花了四千块 从林村一家姓旁的那里把曹晓晴卖了回来 为了弄清楚曹晓晴的来历 记者马上又驱车前往了戈壁村子 19岁女孩17年内被拐卖四次 家人却在第一次找到她时拒绝营救 这也导致女孩成了一对智障兄弟的共同玩物 被囚禁在窑洞里长达15年 就连被营救时 女孩都以为是在侵犯她 说起被自己卖给刘家的曹晓晴 庞老汉还和记者又说又笑 仿佛卖掉一个女子是那么的随意 庞老汉说曹晓晴也是自己花了四千块 从别人手里买的 曹晓晴刚来时 她也曾想过要好好对待这个漂亮媳妇 可没过几天 庞老汉就发现曹晓晴的智力有点问题 花了大半辈子的积蓄 却买回来个神经病 心有不甘的庞老汉就把所有怨气 都撒在了曹晓晴身上 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 曹晓晴的脑子更加不正常了 只是她还怀着孕 庞老汉怕生下来的孩子也是傻的 于是就开始寻找下家 而接手的正是戈壁村的刘家 把曹晓晴买回来后 刘家父子里怀有身孕的曹晓晴 也没有半点留情 他先是被打得留了产 后来又先后生下了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 连兄弟俩都不知道到底是谁亲生的 在此期间 精神偶尔正常的曹晓晴也曾试图逃跑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他已经登上了长途汽车 却又被追上来的村民给拽了回去 为了防止曹晓晴再次逃跑 刘家兄弟干脆就把他锁进了废弃的窑洞 曹晓晴的绝望无处宣泄 就只能把逃跑一笔一笔的磕在墙上 跑 哦 大家看到了 这上面 密密麻麻写的就是这个 你看明显是一个跑子 看见没有 明显 这个是一个竹子吧 右边是一个包 密密麻麻很多很多 看一直说到这一点 15年下来 曹晓晴整个人都变得疯疯癫癫 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得 至今为止 记者知道曹晓晴已经被卖了两次 他们又顺着庞老汉的线索去寻找上家 却发现那人早在五年前就生死不明 但就在这时 曹晓晴的嘴里竟然冒出了几句四川话 记者随即便与四川的媒体取得了联系 在不断报道下 一个名叫曹永良的男子很快找到报社 说曹晓晴可能是他失踪多年的妹妹 19岁女孩17年内被拐埋四次 家人却在第一次找到她时拒绝营救 这也导致女孩成了一对智障兄弟的共同玩物 被囚禁在窑洞里长达15年 就连被营救时 女孩都以为是在侵犯她 记者拿着照片去给她可能的父母辨认 老父亲看着照片中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曹晓晴 一眼就认出了这是自己的女儿 曹永良看到照片后也瞬间失声痛苦 说他们都在为当年的决定而感到后悔 原来1991年时曹晓晴因为夫妻离家出走 谁想却被拐埋到了内蒙的一个偏远山村里 曹家人一年后才在警方的帮助下找了过去 结果发现曹晓晴已经生了一个孩子 并且那家人似乎也算不错 就这样曹家人将曹晓晴留在了内蒙 但后来曹晓晴到底被转卖了几次已经无从得知 曹家人这次也发誓一定要将曹晓晴带回来 得知情况后 呼和浩特氏也成立了特别行动小组 数十辆警车和媒体瞬间将雨数量村围了个水泄不通 面对警察的介入 当地想要阻挠家人带走曹晓晴的村民也只能散去 但刘二贞的妹妹又生出一击 他让曹晓晴的两个孩子跑到现场哭闹 曹晓晴也确实流露出了不舍的神情 但解救人员深知这次不走以后就难了 于是就强行将孩子拉到一旁劝解 就这样 曹晓晴终于离开了这个囚禁他长达15年的地方 在医院里 工作人员本来还不确定曹晓晴与曹家人是否真有亲属关系 但曹晓晴很快在职上写下了曹永良求个就几个字 这场因拐卖引起的家庭悲剧也就此落幕 只希望曹晓晴能早日康复 过上正常的生活